自文兴铁矿开办后 原本冷清的文兴镇就热闹了起来 打工的民工 做生意的小贩 卖银的小姐 侧自算命的江湖骗子等三教九流 都分支塌来 这天 诺班车到站后 从车上去 上下来一个长着落腮胡子 高高大大 提着一个破破烂烂麻袋的汉子 出站后 他不仅不慢地在街上浏览了一圈 打听过各旅店的价格后 走进了镇东头 最廉价的好又来旅店 花两块钱要了个连二铺住了下来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第二天 这汉子起床后 胡乱吃了点东西 便向旅店老板打听 镇上有没有出租的房屋 老板说 街上的很少 周边农村肯定是有的 于是他便出了街 在镇州四处游逛 直到快吃午饭了 才回到旅店 退了连二铺 提着那硕大的麻袋出了店门 往北头的一人巷走去 镇外有条汤溪河 河上有座三孔石桥 往年 这河面有十来丈宽 河水有三四尺深 这些年开铁矿挖断了龙脉 汤溪河水逐年枯竭 如今 三孔桥下除中间那个孔 还有一尺来深的水在流淌外 左右两边的孔已经干涸 那汉子出了一人巷后 没有去附近的农家 薛静直来到三孔桥下 在左侧桥桶下的石滩上 搭了个人字形窝棚 用三块石头搭了一个灶 然后又到镇上买了锅瓢碗盆 油盐柴米 在孔里漆下身来 傍晚时分 派出所的张警官从桥上路过 见桥桶下冒出烟来 一心出了野火 便到桥下查看 接那汉子在生活煮饭 便细细地盘问起来 问过他的姓名 年龄及惯后 张警官问 到文兴镇来干什么呢 那汉子说 谋生 张警官又问 为什么住这儿呢 那汉子答道 这里空气新鲜 清静还不花钱 张警官要他出示身份证 那汉子诚恳地说 对不起 身份证丢失了 不过我记得号码 接着就熟练地背出那十八位阿拉伯数字 张警官听后微微汗手 寻思这人虽然行为怪异 可看样子不像是坏人 最近也没有得到上级追击逃犯的通知 便对这汉子的警惕性松懈了下来 对他说 到这儿后 要遵纪守法合法挣钱 切不能有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行为 那汉子点头硬撑 张警官见没有什么值得交代的了 便转身离去 刚走出五六步 那汉子喊道 这位警官 请留步 张警官转过身来 狐一地打量着他 那汉子走上前来 望着他说 看你面色 你身功能不好 有尿贫尿急的毛病 须及早调治 张警官文言大惊 寻思这家伙还真有点神 聊几句就看出我的病癌 须于间 他明白了 这家伙是个有点本事的江湖郎中 张警官钦佩他的眼力 私存这年头 老百姓谋生的手段五花八门 留意的是该由卫生工商部门监管 只要他不引发治安问题 我也不必闲吃萝卜蛋操心 便客客气气地同他告了辞 张警官的判断果然没错 这汉子在三孔桥安下身后 便不时到中梁山上去采药 采来后便摆在三孔桥上卖 镇上的人见他长着一脸的落腮胡 便一貌取人地叫他落腮胡 这落腮胡同其他卖也要的不同 他从不在药价上斤斤计较 居三孔桥百十来米的地方 有间土墙茅房 房里住了个姓丹的六十多岁的孤老头 孤老头那几天拉肚子 拉得四眼落矿的 他知道后便配了几味草药 熬了一锅药汁给孤老头送去 孤老头喝了后就不拉了 孤老头很感激 捉了只老母鸡去谢他 他怎么也不收 还把他从山上采得的野蜂蜜 送了些给他说 拉肚子后体质弱 用野蜂蜜补一补 落腮胡最初卖药的时候 大家见他那拉里拉他的样子 都不愿买他的 后来见他卖的药不仅价廉货针 且为人厚道 便渐渐地都来照顾他的生意了 铁矿上的矿工有个腰痛腿痛的 也来找他把火罐扎银针 推拿按摩 他的生意渐渐地兴旺了起来 洛塞胡的生意兴旺 引起了郑卫生院陈院长的不满 自古同行是冤家 他决定把这野药汉赶走 这天洛塞胡刚在桥面上摆好药滩 陈院长便带着省卫生厅 关于打击吴正兆行医卖药的文件 准备来修理他 来到药滩前 他恶声恶气地嚷道 卖草药的 请出示证兆 洛塞胡认得他是陈院长 知道来者不善 可一点也不紧张 不卑不亢地答道 我没有证兆 陈院长说 吴正兆卖药 违反了省卫生厅24号文件的规定 数打击范围 赶快收摊滚蛋 否则将予以重拔 说罢 就一面亮出文件 一面用脚去踢 摆在地上的炉根 柴壶 老棺草等药物 洛塞胡见状也不生气 说道 陈院长不用动气 我也请你看一份文件 说罢就下到桥底 从破妈袋里拿出一份复印的文件来 厨师在陈院长面前说 这是省卫生厅关于鼓励中草药采集 生产规定的66号文件 其中第五条明文规定 要农等人员销售自己采集 或种植的各类中草药属合法行为 应予以保护和鼓励 我卖的药都是在中良山采集的 属自产自销 符合省卫生厅的规定 部署打击范围 对于这份文件 陈院长是心知肚明的 他拿出24号文件 只是拉大旗做虎皮 企图把这个抢他生意的洛塞胡赶走 谁知这家伙居然也搬出个文件来 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只得灰溜溜地离去 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嘀咕 看不出这忙里忙粗的家伙 还懂点政策里 猛的 他想起了什么 转过身来 走到洛塞胡面前说 卖药的问题有文件规定为合法 但你给人把火灌 扎银针 搞推哪等行为 有文件规定是合法的吗 洛塞胡顿了顿 反问道 又有哪个文件规定是不合法的呢 陈院长说不出话了 洛塞胡语气平和地说 中医界普遍认为 针灸火灌推拿按摩 是一种调理生理机能的手段 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行医 所以我的行为也是合法的 真是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陈院长原本是来修理他的 可却反被他教育了一通 只气得他脸色发紫 浑身哆嗦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良久 方弃急败坏地离去 洛塞胡还有些拳脚上的功夫 那天他运气特别好 在中梁山二道岩的悬崖上 踩到一株上百年约二百克重的红参 这是很宝贵的了 他标价二十元摆在桥上的药摊上售卖 文兴阵有名的恶人彭天棒路过这里 看到了这株身后说 洛塞胡 我出十元钱给你买了 洛塞胡说 十元钱不卖 彭天棒说 你卖要不是买主还什么价 你就卖什么价吗 今天怎么变卦了呢 他说 那要看人对不对 彭天棒说 难道我就不对吗 老子今天就是元钱给你买了 说吧 掏出十元钱往药摊上一丢 拿起那株红参羊肠而去 带彭天棒走出七八步时 洛塞胡站起身来追了上去 扒的一个扫堂腿把彭天棒打翻在地 彭天棒在文兴阵方圆树尺里横行多年 哪里吃过这个亏 嘴里骂道 你个洛塞胡活得不耐烦了吗 就要起身来报复他 可皆连挣扎几下都起不了身 那狼狈相隐的看热闹的路人 哈哈大笑 洛塞胡把那十元钱丢在地上 从彭天棒手中夺回红参 不慌不忙地回到药摊上 闲暇时 洛塞胡尝到镇政府门前的宣传栏 看报纸 或者下汤汐和捉螃蟹捞鱼下 油炸了喝小酒 高兴了就在桥面上晒着太阳 咿咿呀呀地唱些 叫人听不懂的歌曲 大家都说他在发神经 可任中学的外语老师李红英却说 这洛塞胡不简单 英语歌曲唱得好流利 镇上的人都说 这洛塞胡肯定有些来头 接连下了几天雨 今天终于放晴了 洛塞胡吃过早饭后 慢慢地把前几天采得的药材 摆在桥头亮晒 太阳越来越高 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今天不逢场 桥上过往的人很少 他打了个喝钱 坐在滩前打起瞌睡来 迷糊中听得有人在喊 洛塞胡 洛塞胡 他慢慢睁开眼来 认出喊他的是王九冠 王九冠五十多岁 两个儿子常年在外地打工 三年前老伴过世后就一个人过 去年开春时 肚脐周围长了几个疙瘩 养得厉害 他就用手抓闹 结果抓破了皮 流黄水 黄水流过后就长出七八的窗来 疼痛难忍 就到镇卫生院看医生 医生说 这是妻子连窗 要打针 他就搅了八元二搅钱 每天一针 连打三天 打针后就慢慢好了 可一个多月后又复发了 他又找医生 医生又给他每天一针 连打三天 打针好了后又复发 如此反复已一年多了 要费由最初的每次八元二搅 涨到上个月的二十八元五角 这两天疮痛得厉害 今天一大早 他挑了一条萝卜 到镇上卖了二十七元钱 又找卖青菜的邻居 借了一元五角 凑足二十八元五角 到卫生院打针 开过处方后 他看都没看一下 就把钱递进了窗口 收费员清点完后说 还差四元 王九冠说 不会忧 我数得清清楚楚的呢 收费员说 要费是三十二元五角 你只有二十八元五角 王九冠一争 冠道 才隔一个月 又涨了四元 他这才看了看储帮 果然是三十二元五角 接着又赔着笑说 我身上没的钱了 能不能是要把针打了 明天把刹的四元钱交来 收费员说 不行 王九冠无奈 愤愤地骂道 阁老子的 说起还是国营的卫生院 置不了窗 只认得道歉 骂罢 无奈地离去了 王九冠从卫生院出来 路过三孔桥时 见洛塞胡坐在草药滩前 套在桥栏杆上打瞌睡 心里寻思 这人卖的药货真价时 就是不晓得会不会置妻子连窗 于是便喊醒了他 王九冠向洛塞胡介绍了自己长窗 急治疗的过程后 问他能不能治 洛塞胡捞开他的衣服看了看说 只要找得到焦藕和马黄就可以治 王九冠说 找得到 要好多钱 洛塞胡说 治好了再说 还说我这里不方便 到你家去治 于是收了摊跟着王九冠前往王家院子 王家院子有房子七八间 远准备休息接儿媳妇的 可如今老大在深圳当了上门女婿 老二爷耍了城里的女朋友 铁矿开工后 王九冠除租了一间 给在铁矿打工的李老大李老妖兄弟外 其他房间都空着的 到了王家院子 洛塞胡对王九冠说 你去挖两斤胶藕搅烂后装在玻璃 栽到水田捉十条马黄 王九冠按他的吩咐去办 办理停档后 洛塞胡叫王九冠脱掉上衣躺在床上 解开裤带 把肚子上的窗露出来 然后用竹筷从盆里把马黄一条条地夹出来 放在王九冠的肚皮上 王九冠健壮 吓得大声赤问道 洛塞胡 你这是要做啥 洛塞胡答道 用马黄给你吸毒 那些马黄一落到王九冠身上 便争先恐后地爬到溃烂点上吸吹起来 虚仪间便一个个吸得鼓胀胀的了 待吸得不能再吸食 洛塞胡便用竹筷把它们夹下来 丢进炉火里 然后再把脚烂的焦藕 胡敷在窗面上 最后用一块不缠好 王九冠觉得肚脐周围凉悠悠的 舒服极了 洛塞胡对他说 两天以后再这样吸一次毒 敷一次焦藕 如此连续三次 就会好的 且至少两年不会再发 不过这几天你必须戒酒 否则就没有疗效 王九冠点着头说 要得吗 果然 用洛塞胡的办法治疗后 王九冠身上那些长了一年多的恶疮 不再溃烂 半个月后便慢慢地消了肿 后来又慢慢干了疤 洛塞胡对他说 干疤后很痒 你千万不要抓闹 否则要散毒复发的 王九冠点头照办 人过几天的养后 心肉慢慢长出来了 王九冠高兴万分地对洛塞胡说 当初说治好了给钱 线已经好了 要好多钱呢 洛塞胡却说 莫慌 再过半月看复不复发 半个月后 那新生的皮肤长老 恢复到长窗之前的样了 王九冠预收了李家兄弟三个月的房租 卖了两条白菜 凑足一百元钱后 到三孔桥下去泄洛塞胡 洛塞胡见王九冠要给钱 当时拒绝道 俗话说 一元一元 你的创能好 不是我有好大的本事 是你投缘而已 你挣点钱不容易 钱我不要你的 你只请我喝顿酒就行了 王九冠说 只喝顿酒 那就太亏你了 洛塞胡说 要么就这样办 要么就算求了 王九冠盲说 要得 今晚就请你喝酒 这天晚上 王九冠炒了两斤回锅肉 一大碗青椒 熬了一大波萝卜汤 请洛塞胡喝酒 洛塞胡说 你的窗才好 不能多喝 我俩个喝两杯投个饮就行了 可喝着喝着二人就喝高了 王九冠喷着酒气说 老弟 看不出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我这窗 卫生院治了一年多 花了几百块钱都没有治好 你用马黄交藕就治好了 洛塞胡一点也不谦虚 把一块肥肉夹进嘴里边嚼边说 那可不是吹牛 卫生院那几位爷的水平 能 能跟我比吗 王九冠点着头 女婴含混地说 不能比 不能比 稍许又问道 相处这么久了 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 洛塞胡说 我四处四处漂泊 姓啥名水不重要 王九冠顿了顿说 可也好称呼吗 洛塞胡又一口喝下一杯酒 说 我姓赵 东奔西走 四海为家 就叫 叫赵燕吧 王九冠将他的酒杯填满 说 赵燕 燕 像个婆娘的名字 不好 赵燕说 这你不懂 自古燕照多豪杰 王九冠说 好 就叫赵燕 赵燕呀 我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出生 满打满 五十四岁 你顶多五十 五十挂灵 我俩有缘 以后就兄弟相称 赵燕举起酒杯说 要 要得 赵燕用马皇吸毒 交偶清热的奇特方法 治好王九冠 妻子连窗的事 飞快的在文兴阵传开了 有人不相信 王九冠当众捞开衣服 解开裤带 拍着光生生的肚皮说 你们看 我那赵老弟就是有本事 人们这才相信啊 从此来找他买药求医的人更多了 至于报酬 他依然不予计较 少给他不索要 没钱给的 他算帮忙 王九冠问他 赵老弟 你为啥放到钱不挣呢 他说 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要那么多钱来做傻子 那些找他治病的 多是农民和铁矿的打工仔 他们知恩图报 病好后 常拿些鸡鸭 腊肉 白酒 蔬菜之类的来回报他 他不收 那些人放在桥下 他的窝棚边便跑 有的人怕遭到拒绝 等他上山采药时 悄悄放在他的窝棚里 这些东西多了 他一个人享用不完 便拿到王家院子 请王九冠帮着消灭 王九冠也不客气 二人常常在一起喝酒聊天 十分投机 有次 王九冠对赵燕说 桥脚下住起不舒服 我空着那么多房间 干脆搬过来住算了 赵燕却摇头谢绝了 这天 赵燕一大早就上中梁山去采药 中午十分背着满满一大筐药 才下山 山还没下完 只见天空呼地划过一道闪电 紧接着轰隆一声雷响 便哗哗地下起大雨来 他只得到一户农家的屋檐下躲雨 这场雨越下越大 越下越久 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停 他背着药材赶回三孔桥时 见浑黄的河水 把桥下原本干涸的左右两个桥孔灌满 自己的窝被冲得无影无踪了 他吃得在肚里 穿得在身上 说不上什么损失 可枕编那本厚厚的笔记本上 记载的是他多年来 收集的民间单方燕方啊 正在叹气 呼听的背后有人在喊 赵老弟 转身看去 原来是王九冠 王九冠说 赵老弟 别怂气 我已经把你的东西搬到我王家院子了 原来雨刚一下 王九冠就凭经验 敏锐地感到这场雨势头不小 肯定要引发山洪 便赶到三孔桥劝赵燕搬家 见赵燕不在 便将他的东西搬了出来 王九冠说 人劝不如天劝 这回你只有到王家院子住了 赵燕说 我是个无证兆的游医 说不定哪天卫生部门的来执法 会连累你的 王九冠说 踏个球 我那些房间都空着的 你就当给我照看 老哥不收你租金 赵燕说 亲兄弟明算账 租金赵李家兄弟的标准分文不少 就这样 赵燕便住进了王家院子 这天下午 李老大请了半天假 到县城去接他的两个表弟 和一个小学时最要好的同学 他们是从老家金川赶来打工的 搬车准时到达车站 见面寒暄后 表弟何超就要去买到文星镇的汽车票 李老大说 用不着乘车 走山路三个小时就到了 把那八块钱省下来 春节回家时给大舅爷买二斤酒 于是一行四人 便绕过了车站大门的简易站 从左侧背后那条小巷而出了城 然后翻大压口 走响水桥 下荒豆泼 过毛苟平 擦黑时就到了王家院子 王九冠打整了一间房出租给他们 三人歇了一晚后 第二天就由李老大带着去见铁矿老板 铁矿老板见他们一个个 都是身强体壮的汉子 便点头同意其在矿上打工 交代了在井下的注意事项后 老板说 我这儿是按采矿量即发工资 老不欺少不萌 公平得很 只要舍得下力气干活 一个月挣个七八百块钱 是没有问题的 何超等三人被安排上夜班 夜班的班长是个姓祝的老头子 大家都叫他助班头儿 何超等三人领过藤帽 矿灯 带中班的出井后 便跟着助班头儿下井干活去了 第二天早上下班回到王家院子后 何超觉得头有点晕 他以为是晚上干活太累 又新来乍到的水土不服 便对他兄弟何维说 他要蒙头睡一觉 中午不要喊他吃饭 何维说 行 到下午五点多钟 何维去叫何超说 哥 快起来吃晚饭了 可何超没吭声 去推他 觉得他身上滚烫 便伸手去摸他额头 一摸便惊叫起来 我哥发烧了 一面又大声喊 哥 哥 何超慢慢睁开了眼 见他兄弟在眼前晃动 定了定神 想爬起身来 可刚一侧身 便觉天旋地转 挖的一声呕吐起来 何为慌了 忙问 哥 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到位生怨 何超没有说话 只摇了摇头 咚的又倒在了床上 何为的喊叫声 惊动了隔壁的王酒观 他进屋问过何超的病后 对何为说 今天上午我到镇上去卖菜 卫生院那几爷子在宣传说 有种病叫非典 又发烧又呕吐 还传染人 你哥末是得了那种病 何为一听着了急 说 王大哥 我们出来乍到 怎么办呢 王酒观还没答话 赵燕回来了 王酒观把何超发高烧的事 告诉了他 还说了句 这病莫不是非典优 赵燕已从镇政府门前的宣传栏上 得知了非典流行的消息 问何为 你们几个确实是从金川县来的吗 何为说 是的 他心头一睁 金川是非典的重灾区呀 带摸过何超的脉 测过体温 问过其他症状后 做出了他是非典型肺炎的判断 说 赶快送卫生院 王酒观说 算了吧 今天是星期日 卫生院只留了个把人值班 再说那几爷子 只认得到钱 治不好病的 赵老弟 你就给他看看吧 何为也说 我们才上一天宫 身上分文没得 无法进卫生院 赵燕略为犹豫后 果断地点了点头 他神色严肃地对何为 集那个新来的矿工说 你们两个从现在起 就待在这间屋里 哪里也不准去 何为孽如地说 我们今天该上野班 还没有给老板请假呢 赵燕说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又对王酒观说 王哥 跟我来 王酒观点头说 好 跟在赵燕身后进了他的屋 赵燕从堆在地上的中药堆中 选出柴湖 金银花 黄芹 金戒 卢根 接着说 你再去扯些杰尔根 轻薅 把这些东西洗净后 放在一口锅里熬半小时 先叫王家院子的人 每人喝两碗 然后再熬一锅 给临近的曾家院子送些去 我到镇上中药房去买杀绅 白纸 赵燕一路小跑赶到镇上时 卫生院正要关门 他跑到值班室 对值班医生说了声 铁矿上发现非典病人 现在在王家院子 请你们及时组织人员医治 便投也不回的去了镇上那家中药店 赵燕赶回王家院子时天已黑进 他不仅买回了杀身 白纸等中药影片 还买了五斤绿豆 带吩咐王酒罐把他刚买回的药熬好 给何超送去后 又提着绿豆来到何超房间 对何维及那名矿工说 帮个忙 我们一起把这些绿豆嚼烂了 敷在何超身上降温 何维说 嘴巴嚼太慢 用对窝冲不行吗 赵燕说 唾液能杀菌消毒 用嘴嚼烂的绿豆能降温护体 三人忙嚼了起来 当嚼了差不多两斤时 赵燕对何维说 把你哥哥的衣服裤子脱光 我来给他敷绿豆泥 何维问 内裤都脱吗 赵燕说 当然 于是 带何超多光后 赵燕便将搅烂的绿豆 一把一把的往何超的身上敷 这时王九罐把药熬好了 赵燕便叫何维用小勺 一勺一勺的给何超灌服 夜班下井的时间已过十多分钟了 助班头二见何超等三人还没来 便对杨二娃等人说 阁老子的 新来的那三人怕是搞不惯上夜班 不来了哟 走 我们干活去 带着夜班的弟兄下了井 助班头二虽然年纪大 但干活是把好手 可今晚不知怎么的觉得浑身无力 脑袋还昏沉沉的 他咬牙坚持着 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 下班出井后 他呼的哇的一声呕吐起来 杨二娃见状问 助班头 你怎么了 助班头吐完后说 头昏无力 杨二娃调侃的说 你莫不是得了卫生院的人说的 啥子非点忧 说吧 上前去扶着他 说 我被你回兔儿湾 助班头二也不推辞 到了兔儿湾 杨二娃问助班头二 要不要去卫生院看看 助班头二说 不必 我几十年没得过啥毛病 这几天怕是累狠了 躺着好好睡一觉就没事了 安顿好助班头二 杨二娃正打算上床睡觉 此时 王九冠挑着一袋笋壳青菜路过这儿 一面走一面还唱着 清早起来呀不对头 穿在脚里头 走到路上遇到条狗 捡个狗来自石头 石头又把狗咸走 哎呀呀 你说对头不对头 杨二娃健壮 便大声喊 王九冠 不要唱了 把你那青菜便宜点卖给我们 免得你费力挑到镇上去 王九冠是爽快人 放下担子说 要得 卖了早点回去帮赵老弟熬药防飞点 杨二娃问 赵哥有防飞点的药吗 王九冠说 这有啥奇怪的 我那老弟本是大得很 接着便把如何给何超 枕脉降温 如何叫大家喝药汁的事 讲给他听 杨二娃听了一跺脚说 何超得了飞点 这助班头儿又呕吐又发烧 肯定是被他传染上了 既然赵哥有办法 那就赶快请他来给助班头儿治 我们几个也喝点预防飞点的药汁 王九冠说 你这兔儿万哥我王家院子这么远 跑来跑去不方便 干脆就把助班头儿送过去 杨二娃说 可以 王九冠说 这青菜就懒得过秤了 你们高兴给几个钱就几个钱 快点背起人跟我走 经过赵燕的精心调制 何超的高烧油所减退 人也清醒了过来 此时 郑姐躺在床上 油合为一勺一勺的喂稀饭 赵燕走过来 从他腋下取出体温计 看了看 三十八度五 他脸上露出了一丝轻松的笑容 说 只要今天体温不再上升 就不会出大问题的 何维说 赵哥 我们才来干活 只有下个月发了工钱后 再给你钱了 赵燕笑了笑说 这个你就不必担心了 顿了顿又说 等你哥把稀饭吃完后 把剩的那些绿豆全部嚼完 天黑后把身上原先敷上的抠下来 用温热毛巾把身上擦洗一遍 再重新敷绿豆泥 正在铺排 杨二娃背着助班头而来了 王九冠向他说明情况后 赵燕细细问过助班头的病情 切过脉 量过体温 翻看了眼皮 观察过舌苔 发现他的症状同合超无异 便对杨二娃说 这位哥可在这里调制 但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能否好转 就看他自身了 又对王九冠说 这两天我就和你挤一下 把这位助哥单独安排在我房间里 以免和和老弟交叉感染 杨二娃说要喝预防非典的药汁 赵燕说 这些药汁我熬得多 矿上打工的弟兄愿来喝的 叫他们都来 杨二娃喝完后 擦了擦嘴 道了声泄 赵燕 对杨二娃说 小老弟 你人年轻 腿脚灵活 我这会儿分不开身 请你帮忙 道阵上中药铺 去按我列的单子 买些中药影片 说爸将三十元钱 连同一张写有杀身 白纸 草姓人 义人等的药单 交给了杨二娃 杨二娃答应了一声 非一般的去了 带杨二娃走后 赵燕皱着眉头对王九冠说 这位兴祝的老哥上了点岁数 调试起来恐怕没有和家老弟那么容易 说爸 把自己的一件半新旧的衣服撕成几大块 对王九冠说 王哥 麻烦你找人用这些布 帮我缝几个 能装一两斤悉泥巴的布口袋 我有用 王九冠接过布片来说 阁老子的 王家院子连耗子都是公的 我只有到曾家大院 请曾邀沈帮忙了 王九冠把布口袋做好 拿回王家院子时 杨二娃也从镇上回来了 他除了暗单上锁裂买药外 还买了几斤绿豆 赵燕说 药单上没有绿豆呀 杨二娃说 何超不是用绿豆泥肤在身上降温吗 助班头二也要降温呀 赵燕笑道 这你就不懂了 所谓辩证失智 就是根据病人各自的生理状况 及病情 用不同的方式治疗 这庆祝的老哥和何家老弟的情况不同 就不能用绿豆泥降温 杨二娃问 用啥子方法降温呢 赵燕说 先用你刚才买回来的这十几味药熬汁 给他灌两碗后 再把燕堂的淤泥装在布袋里 在身上滚擦 杨二娃听后一拍脑袋说 对头对头 九岁那年我到外婆家耍 突发高烧 外婆就把藕填的淤泥 用帕子包起在我额头胸脯上滚擦 半天就退烧了 赵燕说 晓得这办法就好 小兄弟 帮忙帮到底 还请你下燕堂去捞两搓鸡淤泥 杨二娃答应一声 提着搓鸡往院子前的燕堂去了 经过一番调理 何超的体温降至37度6 凶嫩的感觉消失了 只感到饿得慌 赵燕说 小得饿就好 但不能一下子就猛吃 只准他吃两碗稀饭一个包谷吧 何维和另一名矿工在屋头关了一天 见没事 闹着要到矿上去上班 赵燕说 过两天再说 非典的流行 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县卫生局局长刘平 实际上是现防控工作的总指挥 当得到文星镇出现非典疫情的报告后 他想起两天前 长途汽车站来电话说 从非典重灾区金川来的三名旅客 在车站失踪的是 疑心患者是那失踪的旅客 便令片区负责人王谷长到文星镇去查看 来到文星镇 问起非典患者的是 陈院长说 忙什么 先吃饭吧 就把王谷长带到了 镇上最好的又一家川菜馆 这家菜馆经营的汤西河产的一种 一寸多长 俗名传钉子的油炸鱼 下啤酒最安逸 是王谷长的最爱 酒足饭饱后 陈院长才向王谷长汇报非典患者的情况 当陈院长得到铁矿上有人患非典 并住在王家院子的消息时 他正在亲家家里喝酒 非典士官重大 他立即电话报告了县房控办 次日 他打算派人 把住在王家院子的病人接到卫生院来 路过镇上那家中药铺时 见杨二娃拿着药单在那儿买药 见这小伙子依次买这么多药 便好奇地询问 杨二娃是个没有半点城府的愣小子 便以五一时地把情况告诉了他 他一争 这文星铁矿已有两个非典病人了 但杨二娃买完药走后 他对药店老板说 把刚才那人买药的单子借来用一下 药店老板不敢得罪他 便将药单给他了 他得意地哼了声 这下可拿到那由一犯药行医的证据了 就在这时 他接到了王鼓掌要来文星镇的电话 心中大喜 正好等王鼓掌到了后 一起去王家院子收拾他 就揣着药单等王鼓掌 可谁知就足足等了一天 此刻 他把赵燕收留非典病人的情况 向王鼓掌汇报后 掏出那张单子来说 前不久我去查处他无照卖药行医 他抢词夺理 说他卖药属自产自销 针灸不是医疗行为 今天总算掌握到他犯药 挤开处方行医的证据了 更严重的是他违反了县防控办的规定 把非典病人留在王家院子 进行所谓的治疗 王鼓掌接过那张药单看了看 咬着牙说 好 明天一早就去查处 助班头经过调理后 除呼吸平稳点外 体温没有明显下降 但神志清醒了些 咳嗽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早饭后 赵燕问了他的家庭情况 说 如果过两天仍没有好转 就通知他家里人来 说吧就用热毛巾 把他周身擦洗了一遍 然后用装着淤泥的口袋 在他身上滚擦 正在这时 王鼓掌 陈院长到王家院子来了 王鼓掌一进门 就嗅到一股淤泥的泥腥味儿 见赵燕正拿着装着淤泥的 黑乎乎的布袋 在助班头儿身上擦来擦去 怒气冲冲地冲上前去 叫了声 瞎胡闹 夺过他手中的泥袋 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赵燕正专心致志地擦棍 这突然的变故让他一争 定睛一看 是穿着卫生制服的王鼓掌 净一时语色 站在旁边为赵燕打下手的王九冠 见着当官的如此粗暴 怒不可遏 狠狠地将王鼓掌一推 王鼓掌一个亮枪跌倒在地 陈院长忙喊道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把狼狈不堪的王鼓掌扶了起来 王鼓掌站起身后 指着赵燕说 好啊 你伙通刁民开地下诊所牟利 还抱起抗法 说吧 就掏出手机 就要报警 惊于事故的陈院长 悄悄捏了王鼓掌一把 劝道 王鼓掌息怒 先弄清情况再说 王鼓掌书的响起去年 在双核镇取缔吴赵麦耀时 被人殴打得是来 他怕吃眼前亏 便慢慢地放下了手机 赵燕从地上捡起淤泥布袋 一面继续在助班头儿身上滚擦 一面不紧不慢地问道 两位领导是来处罚我吴赵行医吗 陈院长黑黑地干笑着说 我们了解到你这儿 有染上非典的矿工 特地来了解病情 赵燕说 那好 就把何超助班头儿发病及治疗过程 何现状介绍了一遍 莫勒对王鼓掌说 这位领导一来就发这么大的火 是看到我用又脏又臭的淤泥 在病人伸人滚擦吧 我告诉你 杀猪杀屁股 各自的吊门不同 用淤泥降温不是我的创新 这在素问 药光笔坛上早有记载 我不知你学的什么专业 但混到你现在的位置 至少应该明白中医的玄妙吧 中医理论 虽然很难用现代科学原理来解释 也缺乏数据支持 中药的一些化学成分 至今也搞不清楚 但用阴阳五行 君臣左使的理论 来指导用药治病 确实有效 这是为几千年来的历史 所证明了的 就拿非典来说吧 由于病毒进入机体后 不断地进行复制 西医目前除了 对病人进行隔离之外 束手无策 而我用中医药进行调治 已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王鼓掌和陈院长 被赵燕的这番话震住了 这哪里是个骗人钱财的江湖游医 分明是个医术高明 理论深厚的行家呀 见二人不说话 赵燕又说 发现非典后 我及时报告了卫生院 你们没有及时收治 他们身上又没有钱 才留在这儿的 当然 我无照行医的行为 违反了国家的规定 但我不是为牟利 我没有收他们一分钱 自己还念了些药费 王九冠接过话头说 刚才冒犯这位当官的是我 要砍脑壳砍我的 与我老弟无关 赵燕接着说 我要说的话都说了 今天被你们抓了个现行 怎么处罚 习听遵便 只是这两个病员 不能随便改变治疗方案 否则 血要浓度的骤变 将会引起供迹失调 而发生并发症的 王九冠抓了根扁蛋在手里 笨狠狠地瞪了 王谷长和陈院长一眼 说 哪个敢为难我赵老弟 老子今天叫他 走不出王家院子 原本气势汹汹的王谷长 此时竟如漏气的皮球那样粘了 一向惯于见风使舵的陈院长 这当口也说不出话来 房间里出现一片令人窒息的尴尬 寂静中 陈院长的手机铃声响了 他接上话后 那脸上便堆满了笑 听完后对王谷长说 刘局长电话通知 叫我们十点半钟 准时收看省电视台第六频道 有关防控非典的重要信息 王谷长不置可否的恩了一声 陈院长趁机向王九冠和赵燕点了点头说 我们要回味声院 收听上集有关防控非典的重要指示精神 告辞了 便拉着王谷长匆匆离去 王谷长的面部表情急剧的变化着 他原本在盘算着如何惩处赵燕的 此刻却改变了主意 他对陈院长说 立即把王家院子那两个病人 和那个姓赵的游医 都转到卫生院来 陈院长问 为什么呢 那游医没有行医资格呀 王谷长说 你呀 真是个木头脑袋 接着说 你也看到了 这游医确实有些真才实学 经厅长说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他来卫生院把病人治好了 功劳自然少不了你院长的一份吗 陈院长在心里嘀咕道 我几十岁了 难道还不懂工作是我的 成绩是领导的这种潜规则吗 转而又寻思道 也罢 万一搞砸了 我这是执行领导的指示 你进王的也逃脱不了干系的 于是便哈着腰说 赵谷长的指示办 下午 陈院长按照王谷长的旨意 去王家院子 接合超和助班头二 到镇卫生院 还要赵燕到卫生院 担任他们的主治医生 赵燕一争 问道 让我到你们国营的卫生院 去担任他们的主治医生 陈院长肯定地点了点头 赵燕考虑到卫生院 毕竟有一定的医疗条件 比自己单枪匹马强 这对患者的极早康复有利 便答应了 赵燕去理发店里的话 踢掉纳了一把乱蓬蓬的落腮壶 烧热水 认认真真地洗了个澡 穿上了王院长借给的白大褂 作为卫生院的医生 他不能再那么拉里拉他的了 他这么一改装 便显出一个壮年男子的风采来 王九冠吃惊地瞪着他道 赵老弟 你换上这身形头 叫人看不出有五十岁里 赵燕哈哈大笑着说 我原本就不疾不惑 何谈之命 王股长回线城后 只向刘平汇报了文星铁矿 两名非典矿工中 却有一人细襟穿来的 急在卫生院收治的情况 却隐瞒了他们的主治医生 是游医的实情 穿白大褂当医生 是赵燕少年时期的理想 没想到折腾这么多年后 现在竟这么名不正言不顺地穿上了 而他的病人 更是令人袒护色变的非典患者 他全心全意地投入了道工作之中 在赵燕的精心调治下 助班头二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而何超到院后的第九天 体温便恢复了正常 胸闷咳嗽的现象一已消失 体力也恢复了 便闹着要出院 他对赵燕说 我们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养家 看到钱不能挣 还要花钱躺在这儿 没病都要急出病的 赵燕见他说的在理 便给他查了相关生理指标 结果都已正常 便向陈院长提出让何超出院 陈院长说 要请是王谷长 王谷长使此正在双和镇卫生院 指导工作 得到陈院长的电话后说 别忙 我来看一看再说 于是便赶到了文兴镇 听赵燕汇报过情况 看过化验单后 又亲自与何超见过面 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便点头同意了 何超收拾好东西 兴冲冲的就要离开医院时 护士送来了结账单 他接过来一看吓了一跳 单上赫然写着费用总额 1862元 他惊叫起来 我在这儿住院才九天 就将近两千元 赵燕文声过来 接过单子看看 问护士有没有搞错啊 护士说 是要防核算的 可以让他们再核对一遍 赵燕拿着结账单 去要防核对 结果确实没错 无奈地把单子交给了何超 何超苦着脸说 赵哥 我在矿上只干了一天活就病了 这将近两千元钱医药费 就是把我两兄弟卖了 都拿不出来的 赵燕说 找陈院长去 带着何超去了院长办公室 办公室里 王谷长正在给陈院长 布置文星镇卫生院 成功治愈一例非电患者 情况汇报的工作 何超将无钱支付 住院费的情况 向陈院长说了后 陈院长皱着眉头说 这怎么办呢 赵燕说 报纸上不是说了 对确有经济困难的非电患者 可以适当减免医疗费吗 陈院长说 报纸上是有这么个说法 可我们卫生院财政拨款 只有总费用的30% 绝大部分靠自收自知 上头的优惠政策 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 去年就下文件决定的岗位津贴 至今都未到位 何超说 陈院长 我两兄弟都在铁矿打工 我写个欠条 先让我出院 然后你们每个月到铁矿 直接从我工资中扣钱 行吗 陈院长还没回答 助班头二听说何超住了九天院 费用就将近两千元 太怕自己住院久了 今后付不起费用 也闹着要出院 王谷长生怕因费用问题 打乱了他的计划 更怕助班头二 真带着非电病毒出院惹麻烦 忙指示陈院长说 就让他写欠条 以后倒铁矿如束扣 陈院长只得答应了 送走了何超 助班头二无论如何也要出院 说 趁手头还有几个钱 把这段时间的费用结清 免得出院时 像何超那样欠衣屁股地站 赵燕说 助鸽子 你的病情比何老弟严重 且年龄大 恢复起来很困难 无论如何都要治好了才能走 助班头二说 我也晓得这个道理 关键是钱 我上有老下有小 最怕欠账了 赵燕说 钱当然重要 如果人都没有了 怎么挣钱 挣钱又有啥用呢 助班头二不说话了 烧请又说 那干脆回王家院子去调养 钱花的少得多 赵燕想了想说 可以 说着就要走 王鼓掌生怕煮熟的鸭子飞了 忙拦住他说 不行不行 那太不规范了 陈院长 这老同志的医疗费 按50%的比例减免 怎么样 见领导表了态 陈院长指得说 行吗 助班头二 还想说什么 赵燕抢着说 助哥 治病药剂 就这么办吧 安顿好助班头二 王鼓掌又同陈院长策划起汇报来 陈院长写总结原本是一把好手 这次却有些为难了 卫生院用中医药 治好了和超的非典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可这主治医生是谁呢 如实说是赵燕 他只是个没有医生 资格的游医 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违规用人吗 抱其他中医师吗 人多嘴杂 要不了三天就会露馅的 王鼓掌说 你不也参与了具体工作吗 就抱你吗 可陈院长不敢 他只是在护士休假那天 未病人注射了两只柴壶 王鼓掌想了想说 京厅长不是在电视上讲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吗 就抱赵燕 陈院长说 这怎么行 王鼓掌说 怎么不行 抗日战争时期 地主老财 恶霸猎身 陆林土匪 只要愿意抗日 都可以加入统一战线 而今非典横行 能治好病的就是好医生 一些话说的陈院长毛色顿开 连声道 王鼓掌高明 就是是求是的汇报 两人统一了认识后 王鼓掌说 那就先口头汇报 但不要说他是游医 然后再准备书面材料 陈院长说 好 即刻拨通了刘局长的电话 刘局长听完后问道 主治医生叫赵什么 说清楚点 陈院长答道 赵燕 齐楚燕照魏涵中的那两个字 刘局长略有所思道 赵燕 这名字怎么听起来有点熟呢 接着说 对已知愈的患者要跟踪了解 警惕病情复发 你们要抓紧时间做好经验总结 我也尽快下来看一下 陈院长笑着说 欢迎您来指导 放下电话后 王鼓掌得意洋洋的说 这几天我哪里都不去 就蹲在这儿 协助你做好 迎接局长下来的接待工作 陈院长一本正经的说 不是协助 是指导 当晚 陈院长熬了个通宵 把汇报材料写好了 一日给王鼓掌看 王鼓掌做了些删改后 便叫陈院长打电话 问刘局长什么时候能到文兴镇来 刘局长接到电话后说 就明天吧 陈院长说 好 我们恭候着您 县城离文兴镇约三个小时的车程 估计刘局长快到时 王鼓掌就同陈院长到镇头去迎接 刚到那儿 陈院长的手机响了 接通后是刘局长的 刘局长说 实在对不起 我的车离文兴镇只是来公里了 可却接到县纪委办公室的电话 叫我即刻到县纪委 有重要事情研究 陈院长问 那你什么时候来呢 刘局长说 我也说不清 但我一定会来的 陈院长挂了电话 将刘局长不能来了的原因 告诉了王鼓掌 王鼓掌脸色骤变 啊了一声 语无伦次地说 那我们舅舅只有等了 下午要下班的时候 刘局长打电话问陈院长 王鼓掌现在在文兴镇吗 陈院长答道 在呀 刘局长说 叫他哪儿都不要去 明天上午我要来文兴镇 陈院长答应了一声 好 陈院长把刘局长的话 告诉王鼓掌时 不知怎地 王鼓掌净显得有些紧张 晚饭后 陈院长约他到家里打麻将 他说头有点痛 早早地休息了 一日上午十点多钟 刘局长电话告诉陈院长 叫他和王鼓掌在办公室等着 他的车快到文兴镇了 二十分钟后 一辆小汽车停在了文兴镇口 车上下来两男一女 他们静止往镇卫生院走去 院长办公室里 王鼓掌 陈院长 吉林时抽来搞接待的护士小谢 正恭候着他们 刘局长一行人走进办公室后 大家刷得站起身来 刘局长指着那位穿夹克衫的中年男子 向大家介绍说 这位是现机率检查委员会的白涛同志 白涛站起身来 客气地向大家点了点头 紧接着问王鼓掌 你就是王行吗 一贯口齿凌厉的王鼓掌 竟说不出话来 白涛再次严肃地问 你就是王行吗 王鼓掌这才结结巴巴地说 我 我是王行 白涛恩了一声 涛出工作证 递在他面前说 我是县纪委的白涛 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 并经初步查证 你有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 经批准从现在起开始对你实行双规 王行的脸上疏得躺出了冷汗 陈院长的脸色也骤变 白涛说 王行 跟我走吧 王行惊慌失措地站起来 哭着叫了声 刘局长 刘局长板着脸说 去吧 老师交代问题 争取从宽处理 王行无奈地跟着白涛和公副局长走了 陈院长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刘局长对陈院长说 王行经济犯罪的问题 今后要向大家宣布的 陈院长神色不安地连连点头 刘局长喝了口水 微笑着继续说 陈院长 谈谈你们用中医药成功治疗非典的情况吧 陈院长这才回过神来 好 我这就汇报 说吧 先递给刘局长一份汇报材料 然后在口头将何超 助班头出现高热现象 赵燕在王家院子 以中医药调治 然后转来卫生院继续治疗 而使何超恢复正常 助班头二病情缓解的情况 做了详细汇报 最后说 当初我们把赵燕 招聘来院工作的做法 是有些不妥 但却解决了问题 刘局长听后说 你们的做法很好 符合金厅长讲话中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因地制疑的只是精神 体现了你们勇于冲破 人事体制的束缚 大胆改革的思想 得到刘局长的表扬 陈院长心里美滋滋的 稍请 刘局长问 那个叫赵燕的人 现在在哪儿呢 陈院长答道 他在病房里 要不要叫他来向你汇报呢 刘局长说 不用了 我们到病房去看一看 于是便随陈院长去了病房 这段时间 是赵燕有生以来 最畅快的时期 尽管这身白大褂 穿得名不正言不顺 可他毕竟理直气壮的 在治病救人了 刘局长来到病房时 不见赵燕 护士说 他到调剂市去了 于是由陈院长 陪着去了调剂市 赵燕正在配药 陈院长走上前去对他说 老赵啊 刘局长指导工作来了 刘局长微笑着 向他伸出手来 赵燕顿了顿 慢慢地伸出了手 可就在四目对视的刹那间 两人竟像一对木偶般地呆住了 时间一秒一秒地逝去 终于 刘局长惊叫了一声 赵燕 猛地扑了过去 抱着他哭泣着大声说 十七年了 你 你在这儿 此刻 陈院长的惊恶 远远胜过刚才 王行被带走的那一幕 赵燕的真名叫赵燕 那天和王九冠喝高了时 为敷衍他而胡乱说成了赵燕 他和刘平市大学时的恋人 那时他们在省中医大学 临床专业学习 赵燕来自贫困山区 他长得英俊魁梧 学习成绩优秀 爱好广泛 不仅是校族球队的中锋 还是拳击队的散打冠军 女生们心中的白马王子 刘平的父亲 市省政府机关的干部 他体态闲纳 容貌交好 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 小欣欣舞蹈队的领军人物 在大三的时候 他们变相恋了 郎才女貌 是同学们中令人羡慕的一对儿 和所有的恋人一样 他们山盟海誓 此生非对方不娶不嫁 大四下半期 他们被安排到省中医院毕业实习 赵岩基础理论知识扎实 实习中好学好问 深得待教的王教授的青睐 希望他实习期满毕业后 能留院做他的助手 赵岩欣然应允 刘平则打算毕业后 攻读硕士学位 还有两个月就实习期满毕业了 那天赵岩接到了老家嫂嫂的长途电话 嫂嫂说 哥哥在建筑工地砌砖时 脚手架突然倒塌 从十多米的高空摔下来 头部重伤昏迷不幸 先正在地区医院抢救 赵岩文讯惊愕不已 匆匆地请假 乘长途汽车赶往老家的地区医院 赵岩赶到地区医院 已是四日上午了 哥哥摔成了炉内除血 以下了病危通知 他拉着主治医生的手说 医生 我哥哥是我们一家五口的顶梁柱 你一定要救他 医生点头说 放心 照目前的情况看 你哥哥会脱离危险的 赵岩玄这个心总算稍稍放了下来 一会儿 护士通知他们说 立即缴两万元的手术费 嫂子说 入院的时候缴了一万元 不到两天又要缴吗 护士说 昨天缴的费只剩一千多元了 今天都不能维持 赵岩埋怨嫂子 为什么不多带点钱来 嫂子说 老板只给了一万 赵岩说 那我赶到工地去找老板拿钱 赵岩找到老板后 老板说 一万元钱还不够吗 赵岩把情况做了说明后 老板皱着眉头说 现在工程上资金紧张 实在抽不出多余的钱 赵岩压抑着心中的怒火说 我哥哥是因工受伤 企业应无条件地承担医疗费 老板说 是呀是呀 要不再给你一万吧 赵岩说 一万不够呀 老板说 你再从其他渠道想想办法吗 赵岩想 这铁公鸡一毛不拔 待着好哥哥的伤后再找他算账 便急匆匆地赶回老家 找亲戚朋友借 可那些亲友一个个都穷的 叮当响 赵岩只借了三千来元 无奈 他带着这三千元来到工地 要老板无论如何 也要拿足两万元钱救命 此时 老板的态度居然强硬了起来 说 这次事故已经初故查清了 脚手架倒塌当然是主原因 可你哥哥操作时 没按规定拴好安全带 如果他拴好了安全带 事故就能避免了 赵岩忍着气说 是啊 我哥哥有一定的责任 可现在要救命啊 可老板却不理不睬地抽起烟来 赵岩急了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老板 我求您了 老板依然不理不睬 赵岩气愤至极 猛地站起身来 抓住他的前胸质问道 你到底给不给钱 老板说 我已经给了 赵岩气得丧失了理智 骂道 你个龟儿不给钱救命还算个人吗 把他从椅子上提起来狠狠地往后一推 老板的头猛地撞在身后的墙上 直啊地叫了一声 便贪坐在藤椅上 赵岩于怒未息 骂骂咧咧地叫道 刚才还嘴硬 怎么就不说话了 给钱 可老板依然不出声 此刻 赵岩猛地发现 藤椅靠背上满是鲜血 他一争 这才知道自己惹祸了 原来 那墙上定有挂个种爆表的铁钉 老板的后脑勺 被铁钉戳出了一个洞 鲜血鼓鼓地躺了出来 见状 赵岩一时静紧张地没有了主意 呆呆地站着不知所措 一个来办公室 请示工作的工长见状后 才招呼了一辆运材料的货车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老板抬上车 非一般地赶往医院 可汽车还在半路 老板就断了气 当天下午 赵岩被公安局抓了 他哥哥也因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在赵岩入狱的第三天停止了呼吸 同学们对赵岩的遭遇非常同情 联名要求司法机关对其从宽处理 刘平还找了省里最好的律师 为赵岩辩护 尽管出狱过失 可赵岩的推丧 是导致老板死亡的直接原因 赵岩因过世杀人 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八年 赵岩入狱后 刘平写信安慰他 鼓励他安心服刑 积极改造 争取得到政府的从宽处理 早日出狱 他永远等着他 赵岩回信告诉他说 自己会安心服刑的 同时也理智地告诉他 千万不要再等他了 希望他能在生活中找到新的爱 此后 不管刘平怎么写信 他一概不回 刘平来监狱探视 他也拒不见面 赵岩入狱后 曾一度消沉 他恨那个黑心的老板 恨自己的莽撞 恨是道得不公平 他甚至想到过自行了断 可他放心不下 他那年迈的母亲 服刑期满八年后 他被释放了 回到家 见大门紧闭 院子里杂草丛生 像是久无人居住的样子 在他入狱的第三年 母亲过世了 这是嫂子写信告诉她的 可嫂子呢 她向邻里打听 才知嫂子在母亲过世的第二年 带着侄女改嫁了 赵岩默默地打扫了房屋 把家里荒芜的土地开垦出来 打算就此在老家种地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聊此残生 然而不久 这一代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雨 山上的泥石流 冲毁了赵岩辛辛苦苦 开垦出来的那几亩坡地 万般无奈 他只得到一家路边餐馆去当杂工 那老板得知他劳改释放饭的身份后 十分歧视他 常常无故呵斥 为难他 可为了生存 他强忍了下来 后来他发现那老板 常用死鱼冲仙鱼 用滴沟油炒菜坑蒙顾客 有一次赵岩的一个小学同学 带着几个朋友来店里吃饭 赵岩认出他后 悄悄告诉了这儿的事情 那同学领着朋友走了 老板悟出了其中的玄机 把赵岩臭骂了一顿后 将其辞退了 赵岩被辞退后 一时无处可去 无以为生 他心里充满了怨恨 他恨命运对他的不公 恨黑心的老板 甚至恨事上所有的有钱人 此时他偶遇一个当初的育友 那育友释放后 办了一个专为人打听隐私的侦探公司 生意还挺不错 得知赵岩的情况后 给他出主意说 你读过中医大学 以后何不就靠行医卖药为生呢 赵岩说 行医卖药是要办相关证照的 我没拿到毕业证 又是一个劳改释放范 肯定是办不到的 育友说 你娃真是读书读到牛屁股里去了 板球的个证照呀 你看黑市里行医道要的哪个有证照了 于是为了生存 赵岩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在骗取钞票的同时 他更得到报复社会的满足 和戏弄富人的乐趣 在他生意鼎盛时候 有一天 他喝得鸣鼎大醉 理智尽丧中 他一把火烧毁了祖传下来的老屋 及户口不合身份证 决心无牵无挂地浪迹江湖 无法无天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导致赵岩迷途知返 良心发现 是因三年前的一件事 那年夏天 他带着二十多斤甲天麻 漂泊到了渔城 准备在那里一展身手 渔城是著名的火炉城市 到了那里 他打听到城郊的南山上 修建有两万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 避暑山庄 他想 能够成天不干活 去避暑的肯定都是有钱人 他决定把他的天麻 卖给这些有钱人 那天 他提着麻袋 哼着说逍遥且逍遥 逍遥之人乐陶陶 人生何须求富贵 自由自在好逍遥的曲儿 走进了山庄 可发现在这儿避暑的 大都是六七十岁 靠退休经过日子的老头儿和老太太 他不忍心去坑这些辛劳了大半辈子的老人 打算另去他处 中午他在南山第一村餐馆 点了当地最有名的尖椒兔 慢慢地喝啤酒 一瓶啤酒未喝完 一个衣着朴素的小个子老人走到桌边 指着他身边的空位笑呵呵地说 没人吧 赵妍点了点头 小个子老人在那空位上坐了下来 服务员满面堆笑地走过来 公生问道 王老板 今天中午吃点啥 赵妍一听老板二字 脸上闪过一丝本能的鄙视 老人并不介意 回答服务员说 老规矩 一碗河水豆花 一个炒苦瓜 二两米饭 搞快点 服务员答应了声 要得饭菜上桌后 老人刚扒了两口 手机响了 他打开手机和对方搭上了话 对方说了些什么 赵妍不知道 只听着老人说 唐书记 大会我争取参加 话就不讲了 好好 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说爸关了手机 待爬了几口饭后 手机又响了 老人打开手机 听对方讲了几句后说 要得 我马上就过来 说爸 匆匆爬完饭 付了钱起身离去 赵妍心中好生奇怪 这其貌不扬的老头儿 是个干什么的老板呢 这么大岁数了 还忙得连吃个饭都不清静 服务员来收拾碗筷时 他便拿这话问服务员 服务员惊讶地问道 你不认识他吗 他就是南山避暑山庄的 开发商王大为啊 赵妍闻言大惊 搞房地产开发的大老板 竟是这么个样儿 他顿时来了兴趣 问道 这么个大老板为啥 还这么简朴呢 服务员笑嘻嘻地对赵妍说 看样子你不是本地人 这王老板名义上是个大老板 可实际上仍是穷人一个 接着滔滔不绝地 讲起王老板来 他说 在人民公社时代 王大为是大队党支部书记 成天带着社员们改田改土学大债 可大家依然吃不饱肚皮 徒弟下户后 他便外出四处打工 挣了点钱回来办了个养猪场 几年下来挣了上百万元 那时我们南山只有一所小学 华尔门读完小学后 要读中学只有到县城去 但县城太远 费用又高 大多数人家的娃尔都读不起 王大为把自己养猪赚得一百多万做抵押 向银行贷款搞房地产开发 修建了南山避暑山庄 房子卖出后 他赚了上千万元 但他把这些钱一分不留地捐献出来 修建了南山中学 自己仍和老伴住在从前的土墙房子里 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 赵岩将信江仪的问 真的吗 服务员说 一点不假 他都七十岁的人了 听说现在又在筹办猕猴桃种植园 赚些钱来再办一个养老院 收养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 服务员的话深深地震撼着赵岩 他想起哥哥被建筑工地的老板间接害死 自己被餐馆老板赶走的情景来 他不相信世上还有王大为这样的好老板 那服务员弹性正浓 说明天是南山中学建校五周年纪念日 学校要开庆祝大会 听说市委堂书记 教育局高局长都要来参会 王老板还要上台讲话呢 刹那间赵岩脑子里一片空白 世上真有如此好心的老板 此刻王老板那瘦小干练的身影 在他的脑海里变得无比的高大 一个已经捐资修建了一所中学的古稀老人 依然在为社会的发展 人民的福祉奔走辛劳 无私奉献 这才是真正的人啊 这些年来我做了些什么呢 我是怎样在做人呢 他满面通红 大汗淋漓 趁着四下无人之机 他把那装着二十多斤甲添麻的麻袋 连同胯包里用来制甲的竹刀 镊子 挖耳这些下三滥的制甲工具 统统扔进了粪坑 他立志金盆洗手 痛改前非 重新做人 从此 他断绝了与那些制甲犯甲的混混的来往 遵纪守法的采药卖药 为患者推拿按摩 把火罐 扎银针 他还广泛地搜集整理民间的单方 宴方 并用自己所学的中医理论 予以完善充实 食意补缺地 为边远乡村的民众防病治病 前不久 他听说中梁山的野生药材资源丰富 便辗转来到了文兴镇 没想到这么阴差阳错 竟邂逅了学生时代的恋人 已是县卫生局局长的刘平 磨难使赵岩具备了非凡的理智 片刻间 他轻轻推开怀中的刘平 轻声说 冷静些 请注意你现在的身份和场合 刘平文言一争 惊恶地脱离了赵岩的怀抱 理了理头发 尴尬地对同样尴尬的陈院长说 失态了 他是我大学时的同学 分别17年了 今天第一次见面 陈院长语无伦次地说 啊 你们 谈你们谈吧 变慌乱地离去了 赵岩入狱后 刘平暗自发誓 海枯石烂也要等他 然而赵岩对他的不理不睬 终于激怒了他 在他服刑后的第四年 他赌气地把自己嫁给了一个营职军官 婚后不久 那军官复原了 在省公安厅工作 而今他们的儿子都上小学四年级了 尽管如此 那份初恋的情愫 却让他在思想深处 深深地镌刻着赵岩的影子 故而这意外的相见 竟使他如此忘情 刘平对赵岩说 十七年未见面了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 赵岩犹豫地说 可现在我正在上班呀 刘平笑了笑说 没关系 给陈院长打声招呼就行了 赵岩点了点头 把已调剂好的药物交给护士 同刘平去了镇北头的新兴茶楼 赵岩第一次进茶楼 感到有些不习惯 可兴奋中的刘平 一点未察觉到赵岩的迥态 不等服务小姐送上茶水点信 便滔滔地砍了起来 是的 十七年了 他有多少话要说啊 他幸福地回忆起了学生时代 他们真诚相爱的点点滴滴 以及赵岩入狱后 他对他的相思的苦痛 莫了他质问赵岩 当初你给我回过一封信后 为什么再也不理睬我了呢 赵岩平静地答道 我不是在那封信里 讲得清清楚楚的吗 因为我爱你 所以绝不能让杀人犯 给你的人生染上污垢 刘平沉默着 两久 他深情地凝视着赵岩说 告诉我 这十七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赵岩指三言两语 便简略谈了这些年自己的经历 刘平猛地想起了什么 问 我在县卫生局局长的岗位 已整整三年了 可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你就在官县职业呢 赵岩这才把自己 在文兴镇卖中草药 何超入班头二换飞点后 王谷长及陈院长 把要求他入院任主治医师的情况 详细地告诉了刘平 此时 刘平已从初见赵岩的兴奋中 平静下来 恢复了他领导干部的身份 听了赵岩的话后 瞪着眼睛嚷道 你是游医 我还以为你在王家院子 开有合法的私人诊所呢 你也太胆大妄为了 刘平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让赵岩一时回不过身来 他说 刘平 你听我解释 刘平愤愤地说 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无照行医 应该受到严厉的处罚 说吧 猛地站起身来 蹬蹬地下楼去了 留下赵岩尴尴尬万分地待坐在那儿 良久 赵岩默默地站起身来要离去 服务小姐上前说道 你们还没买单呢 赵岩盲掏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 递上前去 服务小姐细声说 对不起先生 两份点信 两杯香茶 一共是一百二十元 赵岩窘得满面通红 在身上掏了半天 才用那些五元 一元 五角的零钞 凑足一百二十元买了单 刘平气喘吁吁地进了卫生院 一掌推开了院长办公室的门 陈院长正在等刘局长用午餐 见刘平出现在门口 起身笑盈盈地说 刘局长 我在阅宾酒楼已为你订好了午餐 正宫后你前去呢 刘平怒气冲冲地跨进来 拍着桌子呵斥道 老是交代 收了多少贿赂 才把这个游医招进医院的 陈院长见上司发怒 吓得双腿直哆嗦 忙不迭声地说 是 王鼓掌 是王行的主意 接着 把王行指示自己 安排赵岩进卫生院 知非典病人的过程 如实做了交代 刘平听后气上加气 好你个陈静东 王行是个腐败分子 对他的指示你就这么奉若审明 陈院长吓得语无伦次地说 刘局长 我错了 愿意接受上级的处理 接受上级的处理 刘平怒怒气 顿了顿 他一字一句地说 现在我以县卫生局局长的名义 对你们院聘用游医的行为 做出如下处理 一 你这个院长写书面检查 做深刻反省 二 将由一 赵岩立即予以辞退 并处罚款人民币三千元 三 将已经收治的非典病原 立即转送县医院治疗 说吧 转身就要出办公室 站在办公室门外的赵岩 将陈院长的话 及刘平宣布的处理决定 听得清清楚楚 此刻 他堵住刘平的去路 大声说 刘局长 我可以立即离开卫生院 可来这里治非典患者 不是我的本意 这三千元的罚款 对我实在太不公平 我无法接受 刘平毫不理睬 将赵岩一推 怒气冲冲地走了 刘平宣布过处理决定后 赵岩当天下午就回到了王家院子 一进院子大门 王九冠就喜滋滋地问 助班头的病这么快就好了吗 赵岩没有回答 王九冠把问话重复了一遍 赵岩不快地答道 没有好 王九冠说 没有好 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赵岩这才对王九冠 把上午发生的事 一五一时地讲了出来 还毫无保留地 把他同刘平曾有的恋爱关系 告诉了王九冠 王九冠听后嬉皮笑脸地说 看不出老弟你还这么风流呢 不过这坡娘无情无义地 当了官儿就任部的老乡好了 赵岩说 站在他的立场上 也该这么做 王九冠说 该个屁 就不缴罚款 他还敢把你卵子咬了 确实 他完全可以脚底抹油一走了之 可他却对王九冠说 他打算写一份书面材料 说明自己到卫生院的原油级工作 仅仅只有十二天 陈院长至今未发 一分钱工资的情况 请求不予罚款 王九冠听后说 赵老弟 你想得这么周到 他是对那婆娘藕断丝不断吧 赵岩听后默默不语 助班头病情严重 到县医院后治疗无效死亡了 得知文兴镇卫生院 用中医药治疗好一例 非典病人的报告后 金厅长很感兴趣 亲自到县里来了解 在县府小会议事里 刘平向金厅长将情况做了汇报 最后说 金厅长需要检讨的是 我们违背了卫生部的规定 拼用了游医到医院工作 金厅长听后沉默良久 说游医这个群体非常复杂 其中有不少制假犯假 骗人钱财的不法分子 也有对医药知识一知半解 拉大旗做虎皮的游方郎中 更有因种种原因 被社会抛弃了的有真才实学的人 顿了顿 他转身对随行的医政处沈处长说 我省医师药师的资源都严重不足 回省里后我们要研究一下 要建立一种制度 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 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发挥作用 至于对他的处罚 我看就免了吧 刘平笑着说 赵厅长的指示办 金厅长一行离去后 刘平打电话给陈院长 请他转告赵岩 对他不做任何处理了 并对那天对他发火的事表示歉意 赵岩谅解了刘平 几个月后 非典的流行像一阵风似的过去了 一切都恢复了常态 这天 赵岩从山上踩了些子弟丁 麦门东和守屋在三孔桥上售卖 因他的信誉极好 又有治好非典病人的美誉 文星镇方圆几十里的人都信他禁他 所以他那一麻袋要 摆出墨多酒就卖完了 他收拾好空麻袋正欲离去 只见桥那边有一个身穿卫生制服的女人 面带微笑向他走来 那女人走到他面前 甜甜的叫了声 赵岩 他一争 这才看清这女人竟是刘平 原来 金厅长一行人回到省城后 只是起草了一份 关于发挥我省闲散医药科技人员 积极作用的通知 通知主要是提出 对民间闲散的医药科技人员 由省卫生厅进行严格的甄别考试 合格者发给职业医师药师证书 持证书者可在本省犯内合法从业的主张 省政府批准了这份通知 刘平欣喜不已 帮助赵岩的机会来了 他瞒着赵岩 利用去省城开会的机会 到母校为赵岩补办了一业证 还通过在省公安厅工作的丈夫的关系 到赵岩的户籍所在地 以最快的速度补办了身份证户口部 今天他专程到文兴镇来找赵岩 想给他一个惊喜 赵岩迎上前去 惊疑地问道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刘平反问道 我就不能来吗 赵岩微笑着说 欢迎欢迎 寒暄过后 刘平将赵岩的一业证身份证 户口部递到他面前 赵岩痴痴地问 拿这个干什么 刘平大声说 好事啊 接着把省卫生厅的通知递在他手中 赵岩看后高兴万分 忘情地把通知身份证等网衣代理一塞 张开双臂就要去拥抱刘平 刘平慌了 对着他伸来的手一掌打去 笨狠狠地骂道 胡闹 赵岩这才清醒过来 炯得满面通红得不知所措 梁九 刘平红着脸 微笑着提出 要到赵岩住的地方去看一看 赵岩难为情地说 有什么好看的呢 脏兮兮乱糟糟的 刘平一定要去 路上 刘平告诉赵岩 省里的考试定于下月二十六号 他已经在网上为他报了名 叫赵岩这段时间就不要去采药卖药了 抽点时间看看书 还送他两千元 作为道省城复考的费用 赵岩说 不用 我还有些积蓄力 到了王家院子 赵岩打开了自己的房间 果然如他所说 房间里脏兮兮 乱糟糟的 还有一股汗臭和中药混杂的怪味 再看看赵岩那蓬乱的长发 和几乎遮住半张脸的落腮糊 刘平又好笑又好气 他板着脸撑怪道 这么拉里拉他的 还想当正规的医生 说罢就动手去收拾房间 赵岩只黑黑的傻笑着 调侃的说 老同学来了 无饭应该由我请 只是我受拼到卫生院工作的那十二天 你还没有给我发工资 没钱进饭馆 回去你在这儿吃一顿真正的便饭吧 他向王九贯借了半块腊肉 几个萝卜 招待了刘平 可刘平觉得 这是他有生以来 吃得最舒心的一顿饭了 赵岩从来就是个有吃卯粮的家伙 从未积蓄过一分钱 谢绝了刘平赠送两千元钱的好意后 他就抓紧时间筹集到省城复考的费用 每天天不亮 他就急匆匆的赶往中梁山采药 下午两点钟前赶回三孔桥售卖 尽管急需用钱 可要加一点未加 依然是人家给点钱 他就收点钱 人家不给他也不索要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赵岩的成绩挺冒奸 这些年也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 可书本上讲的那些早已模糊了 那份两百多页的复习资料上罗列的 不少是赵岩大学时代 未接触过的新知识、新理论 原本对考试信心十足的赵岩 顿时泄了气 刘平德之后鼓励他说 凭他的聪明和勤奋 以及这么多年的经验 相信他能过关的 还说 他已经为他办好了参考的所有手续 预定好了到省城的汽车票 不去复考 那就太对不起人了 赵岩被刘平的真诚感动了 在电话里忘情地说 平儿 我一定会去考试 而且争取一次过关 刘平说 那就好 当复考的费用筹集得差不多了时 赵岩就把自己关在房里 没日没夜地肯复习资料 王九冠得知缘由后 意味深长地说 赵老弟 你贵儿这个将拐拐 平时不管谁的话你都听不尽 对你这个女同学的话 你就当最高指示执行力 离考试还有两天了 赵岩到理发店理了发 刮了那一把洛塞壶 又找何超借了件半新的夹克衫穿上 动身离开文兴镇 到了县城 他去找刘平拿预定的车票 刘平见他那一身行头 称怪着说 你这夹克衫就垮垮的 不好 说吧 取出一套深色的西装 一件白衬衣 一条红领带来 要赵岩换上 还说 到了省城就是要精神一点 赵岩拥得一时手脚无措 刘平知道赵岩 从不接受别人的施设 想了想笑着说 这衣服不是我送你的 以后你要把钱给我 赵岩这才红着脸接受了 赵岩暗示赶到省城进了考场 试卷发下来后 他见上面大多数是填空 判断之类的纯理论题 只有一道关于医学伦理的主观题 和一道模拟临床辩证的问答题 对后者 他信心十足地答完了 可签者却让他为了难 其实这些题 在复习资料上都找得到答案 可得到资料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赵岩根本没法消化资料 顾好多题都答不上 半个月后 省卫生厅公布了考试成绩 赵岩只得了48分 为此他沮丧不已 讨事不过关 拿不到证书 这辈子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 穿上白大褂治病救人了 他气馁的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 王九冠见状 称怪地说 欧求的个气啊 这么多年你没有那个证书 还不是一样的卖药行医 还治好了何超的非典礼 赵岩一本正经地说 那不一样呢 那是非法的 刘平说 王九冠打断他的话说 又说那个刘平了 赵老弟 我提醒你 人家可是有福之父 少跟他钩子麻糖的扯不清忧 赵岩被王九冠的话呛得木凳口呆 是的 歇后刘平后 赵岩心中曾一度波澜翻滚 被网是折磨得夜不能寐 哥哥出事后 如果不是自己一时冲动 出手推了建筑老板 那么自己的人生将是另一道诡计 那该多美好啊 然而一切的一切 都成了不可更改的历史 他明白 他和刘平之间 已经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却对刘平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 见赵岩不说话 王九冠接着说 俗话说 当官的是当官的 搬砖的是搬砖的 这辈子你就认命吧 王九冠的话激起了赵岩不服输的倔记 稍是沉默 他抬起头来 一字一句的对王九冠说 王哥 谢谢你的好意 我会处理好和刘平的关系的 这次我上省城考证没考好 是因为准备不充分 不过我听省卫生厅的领导说过 明年秋季还会举行一次这样的考试 我相信我终究会成为一个合法的医生的 赵岩很快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勤奋的采药卖药了 终于赵岩攒够了所需的钱 他按照计划买来教材后 把自己关在房里 没日没夜地啃了起来 为了不使赵岩受干扰 王九冠主动对赵岩说 他有个亲戚家在中梁山头道岩住 那儿清静 在那里学习比在王家院子好 赵岩采纳了他的意见 到那个亲戚的家 租了间厢房住了下来 头道岩这地方虽然清静 可地处高海拔地区 冬天寒风怒嚎 大雪纷飞 冷的人直打哆嗦 夏天蚊子肆虐 冰的人痒痛男人 并且山上缺水 半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 可赵岩将这些困难置之度外 不分寒暑的每天早上六点起床 晚上十点西灯 一个心思的钻进书本 赵岩就如此拼命地学习着 到他自觉对书本上的东西的掌握 已有石成火候的时候 已是四年的九月初了 此时 这身高一米八几的大汉 体重净不足一百二十斤了 他辞别了房东 带着行李下了山 回到王家院子 王九冠一见赵岩的模样 便惊乍乍地叫了起来 赵老弟 你瓦廊阁瘦的皮包骨头了 赵岩淡淡一笑 调侃着说 杀敌三千 自损八百吗 不付出点代价 如何学得到知识呢 稍请 王九冠说 大约半个月前 刘平来找过你呢 赵岩盲问 他找我有啥子 是 王九冠看了赵岩一眼 阴阳怪气地说 你们之间的是我狼阁小的呢 王九冠讨厌赵岩 这个当官儿的同学 更怕这个有福之父就情复燃 同赵岩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来 故而对刘平的到来非常冷淡 赵岩知道刘平来找他 肯定是有正事的 且久不相见 心中很是想念 次日 便穿上刘平为他选购的那套西装 要去县城 王九冠见他的模样 半代讥讽地说 哟 你贵儿穿得这么周无正王的 莫非是去当新郎官吗 赵岩赶到县卫生局时 正逢刘平从县政府开会回来 长时间没有消息的赵岩突然出现 让刘平又惊又喜 他爱怜地望着他说 你瘦多了 临别时 他拿出一部手机递给赵岩说 给你部手机 免得道师不好找你 赵岩红着脸说 可我今天忘了带钱 刘平调侃着说 下次见面时记着带吧 讨师的日子来到了 赵岩准时到省城复考 之后回到王家院子 他按常态一面采药卖药 为人调理伤痛 一面耐心地等待着消息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 陈院长满面春风地到了王家院子 一见赵岩就说 老赵祝贺你啊 说着便举起带来的那包卤鸭肉 和一瓶失先太白酒 赵岩正在用药棉花擦拭银针 王酒罐腰痛 他要给他扎针 不等赵岩回话 陈院长又说 省卫生厅已在网上 公布了这次医师药师资格考试的成绩 在中医临床专业中 你考了一百分 全省第一名 对于前不久的考试 赵岩是胸有成竹的 故而听了陈院长报喜后 只淡淡地呕了一声 埋下头一往王酒罐身上的穴位上扎针 对赵岩不冷不热的态度 陈院长似见惯不惊 自顾拧开酒瓶 摊开卤鸭肉 说 咱们来庆贺一番吧 赵岩见状 放下银针调侃地说 自古烟酒不分家 既然陈院长有这番美意 我也不能辜负 王哥 咱们先把酒喝完后再来扎针吧 是酒如命的王酒罐见有这等好事 王穿上衣服说 好呀 陈院长虽然厌恶这个粗俗不堪的王酒罐 此时也无可奈何了 酒憨而热之际 陈院长不无讨好的对赵岩说 老赵啊 我已向县卫生局交了报告 等你的医师资格证书一发下来 就聘请你到任卫生院工作 赵岩却说 如果我不愿意呢 陈院长一争 随即哈哈大笑着说 你会来的 因为你关心着文心镇父老乡亲的健康呢 赵岩听后沉默良酒 不言不语地把一杯酒一口吞了下去 一个月后 赵岩领到了洪灿灿的证书 他的高兴自不必说 王酒罐何超 李老大等一班兄弟也兴高采烈 何超邀约了矿上十几名 平时常麻烦赵岩的矿工 王酒罐串联起临近的六七家村民 凑钱要为赵岩庆贺一番 赵岩也不推辞 说就热闹热闹吧 在王家院子摆了好几桌酒席 大家猜拳行令 尽情地吃喝 直闹到半夜方休 获得证书的赵岩 原打算回老家所在地的医疗机构职业的 医锦还乡嘛 他可以在乡邻们面前 一起劳改师放范的耻辱了 王酒罐也支持他的想法 可和超等一般矿工弟兄 却劝他就在文兴镇 你那老家一个至亲都没有了 你又出来漂泊了这么多年 回去还有啥意思呢 这时 刘平打电话叫他去县城一趟 赵岩去了 一见面 刘平就开门见山地说 文兴镇卫生院的院长 早已向县局写了报告 要求聘你到该卫生院工作 你愿意吗 那天陈院长说起这是事 他以为那只是说着玩的 没想到是真的 但他讨厌这个人 便摇了摇头 刘平却说 你应该去 接着告诉他说 在全县十几个乡镇卫生院中 文兴镇卫生院的人员条件算最差的 你素有大志 应该到那里去用你的真本领 干一番事业来 赵岩还在犹豫 刘平说 陈院长这人是不怎么地道 可你又不是为他干事 见刘平说得这么诚恳 赵岩终于点了头 见赵岩要去镇卫生院工作 王九冠劝阻说 卫生院那几爷子 从院长到挂号的都只认得到钱 没得一个好东西 好人去了都要学坏的 赵岩说 放心 我会出于你而不然的 去卫生院不久 院里有个通过在县卫生培训中心培训结业 获得初级职称的中医师田勇 在处方时违反了中药十九位的常规 把八豆和千牛配物 结果闹了个不大不小的医疗事故 院里赔了四千多元才了结 赵岩得之后 给田勇耐心地讲些中医基本理论和用药常识 田勇十分感激 请他喝了一次酒 他们从此成了好朋友 田勇不时来请教 赵岩也一一讲解 后来不少同事也来向赵岩请教 赵岩趁机向陈院长提议 由他给院里的中医师们进行业务培训 陈院长高兴地说 好呀 这是件大好事啊 于是便决定每周末安排半天时间进行 赵岩认真的背了课 深入浅出 寻寻善有的讲解 院里的医师们 对他渊博的医学理论支持十分佩服 对他也更加尊敬了 可陈院长对此却警觉起来 这个周末 赵岩照例要给大家讲课 可陈院长却对他说 据其医药公司要售给院里一批中药材 咱俩去检查一下质量 赵岩说 下午不是要上培训课吗 陈院长说 百年大忌 质量第一 没有高质量的药材 没有高质量的药材 就很难保证高质量的疗效吗 半强制的把赵岩拉走了 到了下个礼拜的周末 陈院长却要组织职工政治学习 赵岩问 业务培训怎么办呢 陈院长说 业务学习固然重要 政治学习更不能耽误 月末时 工夫局长要来检查呢 到了第三个周末 陈院长又找出了不让培训的理由 赵岩明白了 陈院长在阻挠培训 归儿子的伪君子 赵岩在心里骂道 就这样 赵岩组织的培训夭折了 然而田勇等人 依然不时找赵岩问这问那的 见大家依然以赵岩为中心 失落的陈院长恨得哑哑哑的 卫生院实行以财政拨款为辅 自我创收为主的医药养医政策 院里规定了按个人药品的销量 给医生提成奖励的办法 故而医师们都心照不宣的 给患者开大处方 可赵岩在辩证失智的理论指导下 对症下药 从不开大处方 这即收到了较好的疗效 又减轻了患者的负担 患者们都乐于找他诊治 尽管他开的每张处方的提成很少 但因找他诊治的人多 故而总的提成额依然居全院之首 这就引起一些同事的妒忌 陈院长的老婆谢宗碧是院里的吹试员 同户是小谢师堂姊妹 一次聊天 谢宗碧便按照陈院长的授意 把赵岩同刘局长的关系告诉了小谢 还把闹非典那年 陈院长看到他们在药房里拥抱的情景 添油加醋地做了渲染 还告诫小谢 这涉及到领导的形象 千方要保密 可女人对什么密都能保 就这男女关系的密保不住 不到一个礼拜 全院职工都知晓了 这由于原来是靠女人的关系 敬畏生怨的说法 在院里沸沸扬扬 可赵岩对这些流言一概不知 只明显地感到大家慢慢地对他疏远了 半年工作考评时间到了 赵岩得了倒数第一名 为此他大惑不解 后来田勇悄悄地告诉了他缘由 他才如梦方醒 明白是陈院长在整自己 那天晚上 他彻夜不眠 想起受聘到卫生院的前前后后 觉得陈院长对自己排挤 诽谤都无所谓 但不能伤害刘平 然而是已至此 该怎么办呢 东方不亮西方亮 他决定辞去正卫生院的工作 一走了之 第二天 他把自己在卫生院的窘况 即下一步地打算告诉了王九冠 王九冠一本正经地说 当初你就不该去 现在要走也不晚 一天 刘平正在工作 秘书小田领进一个警察 刘平一看那警察 是丈夫的助手小周 经问道 小周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小周满脸阴云 听了刘平的问话后 竟一言不发 一种不祥的预感 袭上刘平心头 他再次询问小周时 小周才结结巴巴地答道 嫂子 邱队长她 刘平的头皮一麻 追问道 他怎么了 小周顿了顿说 邱队长受了重伤 正在省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我是来接你去省城的 刘平盯着小周说 小周 请你告诉我实话 小周 答非所问地说 嫂子 我们走吧 刘平只得随她下了楼 上了停在大门口的警车 警车风驰电车般地狂奔着 到了省城才下午三点多钟 进城后汽车没有去医院 却只端端地进了省公安厅的大门 刹那间 刘平经不住浑身一颤 知道邱峰出大事了 原来 刘平的丈夫邱峰到省公安厅工作后 由于工作积极 成绩突出 三年前被提升为省机毒大队队长 几天前通过县人得到消息说 本省柳同市有一个制造毒兵粉的地下工厂 秋风闻讯后匆匆赶往柳同 指挥该市公安部门通过系列侦查后 发现了那个深藏在废弃煤矿的地下工厂 在捣毁该地下工厂时 遭到了犯罪分子的武装抵抗 秋风由于靠前指挥而不幸重担牺牲 公安厅的领导要刘平节哀保重 刘平悲痛异常 抽气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那领导问刘平有什么要求 刘平想了想说 秋风走了 孩子才上初中 我想回省城照顾孩子 那领导说 这个要求是合理的 办理完秋风的丧事后 上级部门根据刘平的工作业绩 等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将其从县卫生局局长的岗位 提拔到省卫生厅办公室任副主任 县卫生局局长职务 有缘副局长龚华担任 赵延辞职后考虑下一步的打算 王九冠说 讨绿个球呀 就像没得到这个证书以前那样 白天采药卖药 晚上我们兄弟一起喝小酒 打麻将斗地主 多快乐啊 赵延摇了摇头说 不行那是倒退 我好不容易才获得了行医资格 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 赵延之所以辞职 主要是为了保护刘平的名誉 只要不在他管辖的范围从业 那就什么都不怕了 为此他决定回老家 在香厂上办一家私人中医诊所 主一打定后 他在王家院子滞留了两天 同王九冠 何超 李老大等一班兄弟告了别 回到了老家 老家只有一个远房表叔 同他较为亲近 他就投诉在表叔家里 他向表叔谈了自己的打算后 表叔也很支持 于是赵延就开始筹办中医诊所 然而在申请许可证时就卡了壳 原来文件规定 申办私人诊所者 必须具有五年以上的从业资历 赵延远远不够 他陷入惆怅 赵延想起了当初毕业实习时 带教的王教授来 王教授医术高明 为人正派 对自己也很欣赏 于是辞别表叔去了省城 到了省中医院经打听 才知道王教授已于三个月前退休 先移民到他儿子所在的 加拿大养老去了 他只得幸幸地离开医院 这天 赵延在省政府前的 广场东侧的张贴栏上浏览 企图找到对他有用的信息 然而结果却让他失望 正当他皱着眉 低着头默默离开敌当口 却不小心撞到一个急匆匆 迎面而来的中年男子 他歉意地说了声对不起 那男子也大度地回应了一声 没关系 急匆匆地离去 可走了几步 那男子转身追上来 陪着笑脸问道 我怎么觉得你很面熟呢 赵延打量了那人一眼 也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猛的 他从那人唇边的黑质认出 这是他当年的大学同班同学 好朋友潘峰 他惊喜地叫了声 潘峰 潘峰也在瞬间认出他是赵延 两个大男人热烈地拥抱起来 寒暄过后 二人找了个就近的酒馆 点了几个菜 要了一瓶卢州老叫边喝着边去谈了起来 潘峰现在在静安中医院任老年科主任 他是当初全班48个同学中 唯一在省城找到工作的幸运者 当得知赵延现实的窘况后 潘峰说 你怎么不找刘平帮忙呢 他现在是省卫生厅的大官 大学时你们失恋人 知道了你的情况后 他百分之百的会帮忙的 赵延一争 问道 两个月前他还在官县当卫生局长 怎么现在就到了卫生厅 潘峰说 你还不知道刘平现在的情况吧 潘峰就把刘平丈夫去世的事讲了出来 赵延听后 长长地叹了口气 此时 那瓶卢州老叫已经快见底了 潘峰醉眼朦胧地瞪了赵延一眼 头齿不清地说 叹 叹什么气 而今他也孤身一人 你应该去 去追他呀 酒醉新鸣的赵延 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次日 赵延刻意把自己修饰了一番 把那刮得光光的脸庞再刮了一遍 来到省卫生厅门前 买了份报纸 在街边的长椅上一面看报 一面注意着进出大门的人 直到中午十二点过后 才见刘平提着坤包 不紧不慢地出来 赵延抑制着心跳 环步赢了上去 赵延的出现让刘平很绝意外 高兴地打过招呼后 谈笑称怪道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这么久了连电话都没有一个 赵延黑黑地傻笑了一声说 都中午了 能请你吃个便饭吗 刘平想了想说 我家就在前面五六百米处 不必破费了 就到我家去吃吧 赵延愣着说 不方便吧 刘平瞪了他一眼 板着脸说 有什么不方便的 走 赵延顺从地跟上了他 路上 刘平问赵延 从文兴卫生院辞职后再干什么 赵延却说起昨天 他在省府广场遇到攀丰的事 说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说起伤心事 刘平无奈地沉默着 刘平的家在六楼 房屋有150多平方米 就他和儿子住 显得空荡荡的 初次走进这样的豪宅 赵延还有些拘束 儿子中午在学校吃饭 不回来 刘平从冰柜里取出几样熟食来 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后端上桌 招待赵延 赵延原以为刘平家里有保姆的 没想到这么大的官还自己动手 吃过简单的午餐后 不等赵延开口 刘平就问 你在卫生厅大门前候着我 肯定是有事相求吧 赵延这才把自己辞职后 求职不得的情况告诉了刘平 请求刘平能帮忙 为自己谋一份职业 刘平问赵延 当初到底为什么辞职 赵延便将田勇的话如实讲了出来 刘平听后沉默半上 说这个陈静东 真不是个好东西 不过到哪儿都有矛盾 赵延在安排你到文兴卫生院 你愿意吗 赵延寻思道 当初从那儿辞职 主要是为了维护刘平的名誉 先刘平已掉离了官县 那还有什么顾忌呢 而且他也确实舍不得 王九冠等一班弟兄呢 便爽朗地答道 可以 刘平笑盈盈地说 很好 你回官县后 直接去卫生局找工局长 他会给你做安排的 刘平台湾看了看手表说 我们下午一点半钟上班 差不多了 赵延站起身来 同刘平走到门口 却突然停了步 迟疑着说 刘平 我想 刘平停下来问 还有什么要求吗 赵延却满面通红地不说话 刘平急了 说 我要上班了 快说呀 赵延顿了顿说 我想 想和你结婚 刘平经问道 想什么 赵延镇静了下来 大胆地不慌不忙地 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刘平文言顿绝一股幸福的暖流起来 脑袋也晕呼呼的 这是他二十多年前就有的夙愿啊 此刻 赵延重有提起 叫他怎能不激动呢 然而李智 却让他在片刻间冷静了下来 望着赵延那火辣辣的双眼 他坚定地摇着头 不冷不热地说 我丈夫牺牲才两个来月 尸骨未寒 你就提出这样的要求 太不恰当了 赵延风尘仆仆地赶回了文兴镇王家院子 王九冠兴高采烈地说 赵老弟又回来了 我就说嘛 像你这样有情有义的人 肯定是舍不得我们这帮弟兄的 赵延笑嘻嘻地点着头说 是舍不得大家呀 接着又问 王哥 我以前住的那个房间还空着吗 王九冠说 空着里就把赵延领进了屋 当赵延说回来后 扔到镇卫生院工作时 王九冠惊讶地说 还回卫生院 你这可是三进宫了哟 赵延诙谐地答道 是呀是呀 三进宫就三进宫吧 陈院长接到工局长 关于赵延要回院工作的电话后 大为恼火 好不容易才把这家伙挤走 如今又要回来 拒绝接收他又不敢 每两天赵延就回到了卫生院 仍在辞职前的岗位上工作 赵延的辞去归来 引起了院里的一些职工的议论 这天 要防得染大哥 对来领取赋料的护士李大姐说 朝内有人好做官 上头有人好办事 真心照得到卫生院工作 就像进茶馆酒馆般的 想去就去 想来就来 李大姐说 听说他那局长情人因同他扯不清 被上级批评后调走了 然大哥瞪大眼睛说 嘿你还不知道呀 调到省里当更大的官去了 李大姐嘖嘖地说 那么这姓赵的 将来不齐在陈院长的头上 拉屎拉尿才怪力 然大哥说 拉屎拉尿不敢说 但以后肯定会有好戏看的 赵延回院后 仍像以前那样兢兢业业的工作 刘平离开官县 对偶尔从好友田勇那里 听到了别人对他的非议 他也抱无所谓的态度 大不了评比时 在他名字后面打岔罢了 那些爱说闲话的人 说过一阵闲话后 找不到新鲜话题 便渐渐演其息鼓 陈院长也一时找不到 对他下手的地方 赵延回院工作后 田勇依旧不时带着些 临床上的问题来请教 赵延也一如既往地 给他进行耐心的讲解 田勇受益肥浅 两人间的友情也更加深厚 这天下午下班后 田勇邀赵延到他家去喝他自酿的葡萄酒 赵延欣然应允 两人出了卫生院大门 见门前停了一辆装满中药材的卡车 陈院长正合药房的染大哥 指挥搬运工人卸货 田勇见地上有一块肚重 便弯腰捡起来说 这些人也太粗心了 这么大块的肚重掉到地上都不晓得 说吧转身就要送过去 赵延说 给我看看 赵延接过来后 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细细地摩缩着 那感觉让他一睁 便用鼻子嗅了嗅 然后再用舌头长了长 之后他神色严肃地说 小田 这肚重是假的 田勇惊愕地啊了一声 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赵延说 这是用直径10厘米以上的构树皮仿冒的 仿冒着剥下构树皮后风干 放在抽蜜汤里浸泡一夜 然后在太阳下晒干 如此浸泡 晒干三次以上冒充度重 在一般情况下 只凭手感和肉眼是很难识别的 田勇问 你怎么知道这些呢 赵延答道 说来也惭愧 当游医时 我曾干过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田勇愤愤地说 难怪老百姓 骂我们卫生院之不好病 原来是用了假药呢 找陈院长去 陈院长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 对他俩的对话听得半明不白的 这二人怒气冲冲地朝他走来 知道来者不善 心里就七上八下起来 赵延压抑心中的愤慨问 陈院长 这批药材从什么地方够近的 陈院长正色道 郑康中药材公司 施政照齐全的供货商 你问这个干啥 赵延答道 我建议把这批货退了 陈院长质问道 为什么 赵延把那块假督众举在手里 大声说 有假货 陈院长脸色顿时骤变 指着赵延说 你 你瞎说 赵延冷笑一声道 陈院长 我没有瞎说 这是百分之百的构树皮 陈院长愣了愣 镇静了下来 瞪着赵延慢腾腾地说 赵医生 你进国营的卫生院工作才多久 就这么胡说八道的 告诉你 现在是院长负责制 有什么问题 我负责 用不着你操心 陈院长的话刚落音 身后便传来一个女声 陈院长 话可不能这么说 赵延转身看去 是收费员丁三妹 原来丁三妹下班后走到院门口时 见赵延再同陈院长争执 便驻足观看 听了陈院长的话后 便插上嘴来 丁三妹接着说 我当了七八年的收费员 就听了七八年老百姓对我们 只认得到钱治不好病的骂声 这些则你怎么付呢 陈院长见一向不多嘴的丁三妹 也敢顶撞她 气得脸色胀红得像块猪肝 赵延从庄杜众的麻袋里 抓出一把假射众 大声对陈院长说 现在有你 然大哥 田勇 丁三妹 及我在场 我们将这些杜众当众打封 签上各自的名字 明天一早 我俩一起送到地区中药材检验所鉴定 如果是真的 你处分我 是假的 你得公开认错 并退回这批货 说罢就动手打封 叫大家在封条上签字 田勇 丁三妹都在封条上签了名 轮到冉大哥签名时 他说 赵医生 我只负责收货 签订采购合同 验货 付款 都是陈院长一个人经受 赵延说 那些事我不管 我只认出这都众是假的 见大家都签了名 陈院长指得在封条上签了陈静东三个字 赵延对陈院长说 这大药就放在药房 我俩明早乘头搬车去检验 办完这些 天已黑了下来 田勇催促赵延赶快到他家去喝葡萄酒 两人走出没多远 便听到后面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 瞬间 陈院长追了上来 跪在地上抱住赵延的双腿哭叫着说 赵医生 我错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二人惊恶万分 赵延一把拉起陈院长说 陈院长 有话好好说吗 怎么这个样子呢 陈院长站起身来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承认了自己 同郑康中药财公司朱经理勾结 够假要吃回扣的事来 莫了说 赵医生 田医生 我犯的错误性质很严重 但是是出犯 我一定深刻检讨 痛改前非 请组织和同志们原谅我 起初 赵延对陈院长恨不得揍他一顿 此刻见他这可怜巴巴的样子 心又软了 赵延说 你应该主动向工局长汇报 退出赃款 以争取从宽处理 陈院长说 是是是 我这就立即向工局长汇报 深刻检讨 深刻检讨 说着就掏出了手机 拨通了工局长的电话 公华对贪污贿赂等一类腐败行为 一向极恶如仇 听了陈院长的电话汇报后 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通 今晚上你就别睡觉了 深刻地做书面检查 把你贪污受贿的行为 统统交代出来 明天一早 我和汪副局长一起到卫生院来 陈院长够假要吃回扣翻船的事 当晚就在全院传遍了 第二天上午 工局长和监管纪律检查的汪副局长 集办公室弥主任一行人来到卫生院 陈院长把他吃回扣的六千元钱 集长达十几页的检查交代材料 双手奉在工局长面前 低着头 痛哭流涕地说 工局长 汪副局长 米主任 我经不住金钱的诱惑 犯了严重错误 请求组织予以处罚 工局长与汪副局长 米主任研究了一下 认为陈静东收受贿赂数额虽然不大 但影响极坏 严重损坏了领导干部和党组织的形象 已不适宜在院长岗位工作 应停止检查 以观后效 检查期间由副院长郭东华全面主持工作 可郭东华却说他年纪太大 快到退休年龄了 不愿干 工局长说 现在院里找不到恰当的人选 你就把担子挑起来吧 郭副院长想了想说 那就让赵岩给我当助理吧 工局长说 你们这么小个卫生院不宜设助理 不过你可以授权 让他承担一些工作 郭东华点了点头 郭副院长主持工作的第二天 就找赵岩谈话 征求他杜绝贾列中药材流入医院的办法 赵岩立即拨通了在省城 静安中医院老年科工作的攀风的电话 请他把他们院的药材采购管理制度 传真一份过来 赵岩将其草的出稿交给郭副院长 郭副院长为赵岩的工作效率之高赞赏不已 赵岩在工作中发现 院里的处方不仅书写不规范 而且有很多违反卫生部处方管理规定的地方 如无诊状用药配武禁剂 开大处方滥用抗生素等等 便着手搜集资料 制定处方点评制度 田勇知道后说 这会得罪人的 你又不是院里的负责人 何必操这个心呢 赵岩说 这个现象不克服 不仅浪费医药资源 增加患者负担 还有可能出人命的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就到年底了 这天 郭副院长主持例行的 全院职工年终考评大会 想起上半年评比的是 赵岩觉得 这是毫无意义的刑事主义 不愿参加 可郭副院长不同意 他只得参加了 可唱票结果确令到会者瞠目结舌 除陈静东在审查期间 不参加评比及赵岩本人外 到会的26人中 有25人投了赵岩的赞成票 这样他就稳稳的 获得了全院第一名 连他自己都惊讶的问 搞错没有啊 我还是我 工作还是那样工作 可上半年评比时 我是倒数第一 年终却得了第一名 新年放假后上班的第二天 汪副局长便代表局党组到文兴卫生院 宣布对原院长陈静东的处理决定 陈静东停止检查几个月以来 检讨写了上百页 可交代并经查证落实的 各种刑事的贪污受贿总额 仅9600多元 够不上刑事处分 局党组根据其错误事实 及认错态度 经研究决定 予以追缴贪污受贿的全部赃款 急撤销党内外职务 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还同时宣布了郭副院长 兼任院党支部书记职务的决定 听到对自己的处理后 陈静东心中暗自庆静 总算躲过了刑事处分的厄运 保住了公职 他已56岁了 处分宣布后仅十来天 他便以关心病严重为由 向宪局提出提前退休的请求 宪局批准后 他便办好手续告老回家了 正如田勇所说 赵岩起草的处方点评办法 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赵岩强调这样做有利于提高疗效 维护患者权益和卫生院的长远利益 那些以开大处方牟利的少数医生的行为 受到了限制 患者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 推行一段时间后 医院的总体处方水平 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老百姓对卫生院的看法逐渐好转 连王九冠也伸出大拇指说 赵老弟 看来你三进卫生院是搞对了的呢 还差一个月郭副院长就该退休了 这文星卫生院的工作 由谁来负责呢 工局长考虑起这个问题来 这天他带着祖干谷彦谷长来院考察 郭副院长不假思索地说 这院长的位置非赵岩莫属 接着把他主持工作以来 赵岩的业绩讲了出来 工局长听后转身对燕谷长说 老燕 我们先听听群众的意见 搞个民意测评如何 燕谷长点头称号 不记名投票推荐下届院长的人选 并根据民主推荐的结果 进行了反复研究 最后决定文星卫生院院长一直暂缺 任命赵岩为副院长 负责业务工作 郭副院长到临办理退休手续后 暂步离港 负责党务工作 决定宣布后 赵岩心里十分高兴 刘平知情后 打电话来对赵岩的进步表示祝贺 还鼓务他继续他继续努力 田勇 打电话向刘平询问开会的有关问题 刘平特意叮嘱赵岩说 千万要把身份证和户口本带上 赵岩没好气的说 我又不是小孩子 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再说开会带户口本做什么 刘平在电话那头呵呵的笑着说 这你不懂 七月三十一日 赵岩乘坐的长途汽车 准时于下午两点钟到达省城北站 刘平派来的接餐会人员的专车 早后在那儿了 赵岩出站后上了专车 只十来分钟就到了省厅安排的会制 刘平正在忙碌的指挥会务组的工作人员 接待各区县派出的参会人员 见到赵岩后 他春风满面地跑过来领他报到 领取会议资料 当赵岩拿出身份证办理客房登记手续时 刘平一把抓了过来 说就给你们院里省点住宿费吧 不住在酒店里 赵岩问 不住酒店住哪里 刘平诡秘的一笑 说住自己家里 赵岩听得一头雾水 刘平不搭理他 对身边一个工作人员说 小官 我有点私事耽误一下 这里的是由你负责 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说吧 拉着赵岩的手臂说 跟我走吧 傻瓜 刘平拉着赵岩到街边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上车后对司机说 到民政局 赵岩不解地问 到民政局干什么 刘平用手指在他额头上狠狠一戳 说 你个木脑壳 到了就知道了 几分钟后 出租车到了民政局大门口 下车后 刘平财寒笑对赵岩说 你不是想通我结婚吗 咱们来这领结婚证 赵岩文言后 惊喜地啊了一声 说 可我没有一点准备啊 刘平娇称地说 胡说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准备了 一直到今天 办理结婚的手续很简单 负责登记的大姐 验过二人的身份证 询问过有关情况 填了一张登记表 然后照了一张双人像 仅半个来小时 二人便领到了 红彤彤的结婚证 二人兴高采烈地 玩手走出民政局大门 刘平对赵岩说 会晤上的事我都交给小关了 咱们回家看看吧 赵岩幸福地点着头 此刻 他才明白了刘平说的 住自己家里的含义 推开家门 又一幕令赵岩惊喜的景象 跃入眼帘 客厅正中的墙壁上 贴着一个陡大的喜字 半空悬挂着气球彩带 桌上摆满水果 花生 瓜子 厅里坐着三十来名 正在说说笑笑的中年男女 见赵岩二人出现 齐刷刷地把目光投了过来 原来 刘平得知赵岩 要来省厅开会的消息后 便决定趁这个机会 把他俩的事办了 为了给赵岩一个惊喜 他对他保了密 只告诉了同学会的联络员潘峰 要他把今年的同学会提前安排在七月底 这样既可让赵岩见到分别近二十年的同学 又可让同学们参加他俩的婚礼 赵岩正在惶惑 此时潘峰高呼一声 全体起立 三十来名同学呼地站了起来 潘峰说了声 预备 齐 大家高声喝道 恭喜有情人忠诚眷属 忠诚眷属 掌声 笑声和喜气充满了客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